这次还是来梳理,一下近期台湾演员在大陆剧里的表现,才发现都去演古老仙侠剧,去了7月24号播出的网剧《魅者无疆》,在大陆发展得还不错的台湾女星郭雪佛,扮演伸手了得,靠魅处得手的杀手刘光。 伴想还是非常艳丽妖娆的,之前郭雪佛在大陆网组火星情报局,被更多的观众认识,不过人设都是汪涵旁边不怎么说话的,插白田副局长,形象还和前锋硬做CP,不过不怎么成功,但不知道减肥后的前锋会不会有戏相对于在大陆网综的遮盖眼神,有网友挖出郭雪佛在康熙来的时代,那可是喷皮血的火辣性感,难道一切都在装? 不过呢,无者无疆,终于让他能做回自我了闷者无疆,离演鬼化成城主岔落的徐杰尔,黑化大反派徐杰尔一出道就演反派成名,他在最早的作品《海豚万面人》,中演单恋或剑法的天后几个手沈曼青,后来慢慢就黑化了, 那个时候他还叫徐杰尔,徐杰尔也算是比较早就进军了大陆市场,而且第一部是水作品,还是红色题材的《陕北汉子》。 造型也是挺甘道夫的,一直觉得郭品超很可惜的,几乎是失去了最好的十年时光,不过他在四十岁的时候猛然在大陆发力北国英雄,今年在地方才开播。 不过影响力并不大谈判官是男二号倒霉,透顶着八青传,如果真的把男一号高云翔角色全剪掉,那么演八青老公的郭品超,就应该是顺位男一号古剑奇谈二,还有不老男神张之遥,但他就仰仗着一副天神演古装的俊美皮囊,这样重复各种古装角色吗? 而且你仔细去看,他所谓的吃了仿佛级的眼,也有点崩老了,该什么年纪就是什么年纪的样子,难道不好吗?还去收视视力吧。 7月23日至7月29日,主情为无线台数据,每部依次被名次,剧名,电视台,收视率数字第一名,大时代民事无线台4.89,民事的八点当新剧,不仅一周就让民事重返收视冠军,还摸高刀进五的收视高点。 但其实剧情依旧是乡吐剧狗血套路,没变得第二名金家好媳妇,三立台班台3.55,其实这种国脚不破马剧,大陆现在都已经没啥市场了。 第三名戏说台湾三立台班台1.75还是比较稳定的,第四名女兵日记GVBS欢乐台1.62,今年台湾的爆款集电视剧,此处无图,你懂的第五名,黄金光辉的人生,八大1.55韩剧, 第六名三名之女,台的逆袭台是1.46,还能看得口碑偶像剧,第七名十袭一是斗隔,民事无线台1.30,难道就一直播一直播不分个播出季吗? 第八名军事联盟2,虎啸龙银中是1月27日,台湾还是有很多热爱中国文化的观众第九名羽叶花,三立台班台1实在没有播放了,六年前的老剧也可以冲进前十名, 第十名爱的3.14159,台是0.86全新偶像剧,到第二周不仅没有上升,还在下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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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